杨幂前日现身广州出席某品牌活动 当天天气寒冷 他身穿红色格子长外套搭配长裤 有显气质 接受采访时 被问及备受关注的古装大剧扶摇 杨幂透露 该剧刚刚杀青 和软精片合作非常愉快 杨幂说 之前跟小天合作拍过一个广告 也在一些场合见过 这次是真正意义上拍戏 挺开心 他是非常幽默风趣的一个大男生 是健身狂人 他还表示 扶摇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有很大区别 观众可以期待 要如何总结 2017年 杨幂称 今年是努力拍戏的一年 等到明年就会让大家陆续看到 作品了 谈到对理想生活的期待 他表示 对我来说就是好好工作 尽量拍一些好的作品 多出席一些公益活动 尽量给大家好的印象 希望大家能在我身上看到正能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